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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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校服 戴上徽章 大門口集合 今天大家將會進行 校園主題的研習 校園內一共有九個地點 所有的女生都上臺來 選擇對應的地點的卡片 出發到該地點 雙方交換徽章 視為邀約成功 還是不搭單了 不能白來 我已經想好了 去找想選擇的那個人 發出我的邀請卡 好 說到了 找你這麼多搭檔了 今天就不找你了 不跟我搭了 我覺得我們下次 找個合適的機會 合適的本子吧 我會一直在等你 你如何做選擇 完全可以聽從你自己的 內心的聲音 特約贊助播出 自在生活選博士 本節目 由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贊助播出 歡迎各位來到優酷自製 國內首當演員搭檔 演習進階真秀 一拍集合的我們 Yeah 劉翰就喝海之言 本節目由海之言 電解制飲料 獨家冠名播出 折疊有新意 配合添默契 本節目由三星折疊品手機 特約贊助播出 自在生活選博士 本節目由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贊助播出 歡迎各位 大家好 我們是助理團的成員 我是薇嘉 嗨 我是喬恩 正好 我是娜娜 嗨 我是于 大家好 我是可可 嗨 大家好 我是無限 我回來了 回來了 好 那還記得這些 我們的演員朋友嗎 忘不了 做夢都想著呢 對 當天晚上錄完 就跟星星報告我們 當天的一些情況 在群裡 然後大家噼噼噼噼在說 我們那個群叫做 一拍即散的我們 裡面有幾個人呢 就三個人 因為我沒有被拉進去 瞧 進不進不中 無所謂 真的不用 只有在每次錄製起來 說我到了 OK 這個階段呢 我們是回到校園 進行校園場景的 演習的體驗 那其實呢 我們馬上就要進行 這個階段的初選了 在初選之前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各位 對於校園的一些回憶 好不好 來吧 我離校園比較近 他們可能都不記得了 你是住在校園旁邊的小區吧 我有讀過書嗎 就算忘了 我兒子也讀過書 求悠仙來講 我真的沒有想到 因為我離校園好遠了 你之前演過校園劇 對啊 你演過校園劇 我演過 我出道的時候 就演了一個叫MVP情人 我怎麼好像 我看過呀 這個就是校園劇 就是那個剪頭髮那個嗎 不是 剪頭髮 沒有關係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不用一聊 還有演音 音演三加一 音演三加一 是那個玄幻古裝戲嗎 不對 那個 是在那個王子鞭青蛙之前嗎 之後 算耶 怪不得 一拍即散啊 切主龍恩解散 一拍即散的我們 拜拜 我當時上學的時候 報名那個排球隊 對 就是因為我們排球隊有很多 帥哥 很帥的男生 然後我自己比較矮 其實沒有到打排球隊的那個身高 然後我就努力地練 我身高比較矮 那在哪個部分可以比較合適 說是二傳手 然後我就使勁兒練 使勁兒練 後來進了排球隊 我最後當了副隊長 我是真記不清我的那個校園生活了 但是他們去了我的母校拍 是嗎 你的母校是哪裡 這張傳媒學院 這張傳媒學院 對 是的 所以我就可以回憶一下 我當時那個地點 現在嗎 對 這一次他們去到了這船 對 趕緊來看 來吧 今天是去什麼地方 不知道啊 這什麼 穿上校服 戴上徽章 大門口集合 戴上徽章 門口集合 戴上徽章 門口集合 戴上徽章 早上好 請 謝謝 延安還沒有上車 延安你可不覺得有點色恐 延安 咋了 我沒看見你 你坐後邊來吧 你一個人坐那幹啥 怎麼變成東北人了 我沒有 我就是以為你沒上車了 你還有嗎 給我一個 就把這個拿走 走了 吹油了 難受 嗯 主要我暈車 既然出門忘記吃了 暈車要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啊 我找找看應該有 不會暈車嗎 我平常有的時候喝 我會 哦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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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